嗨,大家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由北京经济协会主办的 健康听力技术论坛第四季的第二期 我是来自北京经济协会听力行业通讯的执行主编,柯一真,Stella 很高兴大家今天再次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参与到我们的会议当中 那么我们先感谢一下我们的联合媒体 来自我爱音频网21BB以及听力行业通讯 对我们这次会议进行的大力的宣传跟组织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参加会议的三位嘉宾 第一位嘉宾是李演义先生,是一位系统工程师,也是产品经理 李演义,David,你可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我叫李演义,很高兴接受这大邀请 也感谢了北京经济协会提供这样的平台 和大家分享关于注冰器开发的一些事情,谢谢 好的,谢谢David 第一位的话是Alan,是来自NewHear的首席产品负责人 那因为David的时差的关系,他大概会在8点多时候才会上线 所以稍等一下我们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在线QA互动的一个环节 接下来邀请的是我们第三位很重磅的一个问答嘉宾 是来自腾讯天态实验室的商势东,Simon Hello Simon,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Simon,你好,太可惜了,只是跟David一样,只是听力行业里面的一个参与者 然后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北京听力协会举办的健康听力技术论坛 以前已经多次作为聆听者参加过,今天能够亲自参加进来 并且和David一起来跟众位观众一起互动感到非常入庆,谢谢 好的,谢谢Simon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上一期的话是已经有 音师科的那个王和说话是我们的问答嘉宾 那这一期的话是Simon 其实Simon的话会蛮会问很多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所以我们大家期待一下你等一下精彩的一个表现 OK,我们第四季的主题是如何练成优秀的助听器产品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期的一个讨论 就是由Tahik跟那个来自奥迪康的郭萌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分享 那么在上一期的时候Tahik已经从一个理论的层面 告诉我们说一个优秀的非土方助听器 如果在研发当中有哪一些关键的点是需要去考虑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上一期的讨论当中 其实是非常的热烈 我们的QA环节一直都是没有间断的 包括后面第二位是来自奥迪康总部的郭萌先生 他给我们分享的是Mall这款产品 它在里面有两个非常卓越的性能 他们是在整个开发的逻辑是怎么样 所以包括在后面关于DNA 很多一些问题的讨论上面也是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们也蛮期待在这次第二期的这个讨论当中 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大家更加精彩的互动 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第一位嘉宾的话 第一位嘉宾他演讲的题目是助听器产品的开发和商业运用 我们做下这个那些自我介绍是 他具有丰富的产品管理 技术研发和供应面经验 曾任职于瑞森达毕哈曼和深圳粪达 历任研发总监 运营总监 总经理等职位 在瑞森达工作期间 组建了中国的研发团队 领导跨国团队成功开发了中低端的产品平台 并发布了多系列的迭代产品 在工作后期 负责瑞森达厦门工厂物流中心 及全球维修基地的前面应营 整合并优化了供应链 提升了交付的能力 那么他今天演讲的主题 会从产品的概念到需求确定 开发实践到产品原型 产品认证以及量场 讲者将会详细的介绍 助听器的开发前流程 与耳机产品的差异 以及量场后 关于产品商业化的实现 自己的一些思考 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实五个比较大的一个 BitBrand和BitFi的话 他们在中国的布局 都是有布局一些制造的 一些工厂是在中国 那么瑞森达比较不同的地方 是他算是 应该中国是最早 那个录注的一个国外的品牌 并且他们带来了 自己的一些研发的团队 到中国这边来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 那个David接下来 给我们介绍的话 会具有一些 蛮有一些 更深刻的一些分享 OK David 我们现在把屏幕交给你 OK 刚才Faira已经介绍了 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那么我希望今天晚上 可以通过跟大家共享 我在这个 竹心器产品开发实践上 和这个耳机开发 这个实践上的一些经验 能够让大家了解 竹心开发一些特点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在这个竹心开发中 少准备一些弯路 少犯一些错误 同时也能够获得预期的 一些商业收益 同时其实我也希望 能够更多的人 加入这个竹心器行业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老兵 我在这个2005年左右 加入这个竹心器开发 中间在这个13年左右 离开瑞生达 然后自己也做过一些 竹心器开发的咨询 那么在2002年之后呢 看到大家这个市场 比较从这个美国 这个FDA 当过这个奥特币法令之后 好多耳机行业的这个同仁 加入了竹心器开发 我也非常高兴 所以希望今天晚上 通过这个分享 能够帮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健康 可持续的一个市场环境 能够带来更多产品 我主要从这个五个方面 一个竹心器产品开发的 一个全流程 一个是从这个市场用户 去到产品概念及计则方案 从计则方案到可销售产品 商品 商品顺便的更多特例 然后再谈一谈 我关于这个商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思考 那么 对于最近来说 这个产品开发 好多人从表面看 其实跟耳机 大家觉得跟耳机差不多 但实际上 它们耳机的这个区别 还蛮大的 因为医疗系续 所以第一个 我想提醒大家要求的 就是要合规 有效安全 那么第二个 这个可以把这个阶段 分成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理解用户需求 然后形成技术方案 第二个就是从技术方案 怎么变现成可销售商品 那么第三个就是 怎么能够把产品卖出去 在前面我们听好多同仁分享过 哈喽 我的屏幕分享了公子的 你的那个开了吗 因为你的这个PPT 我们没有看到 你有打开来 所以我先把那个 你要不再共享一下 OK 我打开了之后 对 现在是OK的 你现在可以了 哦 明白了 对 可以吧 对 现在可以了 OK 在过去几位嘉宾分享中 我们看到好多 从来都提到的 OTP重新器 传统重新器 有些同事也提到了 这个 Pistap 重新器 和耳机 那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有这样 很多不同 第一个就是交付物 那么传统重新器 其实是一系列的 谈品方案 一会儿我会看看 谈这个问题 那么典型的这个 这个项目周期 可能会持续12个月 到24个月 同时质量体系 要求符合这个13-485要求 对着合规性要挺高 对安全性有效性 这都是强制要求 那么中间最重要一个 就是风险管理 对着开发过程中的 风险管理是强制性要求 那么在产品生命周期 维护上 那么需要一个可追溯性 生命周期一般在五年左右 单SQ的订单量比较少 退货机这个返修处理 比较复杂 那么 甚至退市观察也有要求 对大家熟悉的耳机来说 一般情况下我看到了解 深圳这边的开发周期 一般都在六到九个月 甚至有的同时说 可能要是三个月 那么 质量体系 其实你要符合24-9000 甚至不符合都可以 对于这个合规有效 风险管理上 没有强制要求 还有一个就是在生命周期上 那么耳机生命周期 一般在两年左右 对于PSAB和OTC来说 现在生命周期 其实不明确 没有一个明确的 对生命周期的期望 所以在这几方面 从对比起来看的话 在这个周期针对相互开发过程中 要关注的事情 就是很有很大的不同 其中两个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对于这个文件的管理 那么在医疗机械开发中 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 这个开发过程中的文档 和这个生产过程中的文档 那么第一个文档 就是这个设计律史文件 它包含就是我们 要引用必要的记录 以及证明我们助心设计 是一具以系统的设计计计划 向我要进行开发的 然后建议呢 就是为每一种类型的 助心计计建立电程 从项目开始 就要建立这种系统 一直到量产后的ECN 到推出计划 要保存相应的文档记录 DMR企业主记录 它这个包括我们 助心计产品的 成修规范的完整性 包括助心计制造和 测试相关的信息 都应该包括这个文件里面 同样 我们也建议为 这个每个类型的产品 建立DMR 它会包括这个设备的规范 生产过程规范 实际保证流程规范 和这个包装标签 以及安装维护的规范 很多DFF的信息呢 也会出现在DMR企业中 那么它主要关注是成品 用来确保包含了 所有制造测试 包装和维护相关利用 还是要强调一点 就是合规有些安全 是这个医疗机械 和这个消费建筑 非常不同的一方面 那么怎么去做到 这个在产品的策划初期 就能做到这个 对这个合规性 和这个有效性 和安装性的要求呢 第一个 我们就要希望 从这个市场和用户需求 到产品概念 要理解深刻 那么 还是一样 这两个不同的 一个是这个 规属品类不一样 医疗机械 第二个是用户群不一样 那么通常 医疗机械的用户群 年龄会比较大 传统机器一般在 这个60岁以上 那么OTC组精器呢 因为这个FDA对这个 输出的限制 我们看到就是 它可能会在50岁到60岁之间 进行使用 那么同样 在中国 其实大家要注意到 在中国 OTC的要求和这个 美国是不同的 那么 一会儿我们可以再仔细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另外的就是说 对这个用户的期望 周精器用户期望 是相当比较高的 那么目前 OTC组精器是个新的品类 我们还需要一些 关键的一些 意见领袖 我们去引导 对于耳机来说 和福定来说 实际上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但是周精的期望 我们还没有这个 相应有效的办法 那么价格也是一样 那么在这个 周精器其实发展 不够理想的一个 最主要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 这个获得性不强 它这个就是 一个是厌配防点比较少 一个我们的 这个厌配人员比较少 所以一般的我们用户 很难去获得周精器 那么 耳机相对来说就很容易 对于性能上来说 也是一样 我们刚才谈到输出限制 对于辅听器和耳机来说 非常明确 它是一个消费店 它是应用于正常人群的 这个我看到有些 这个亚马逊的 这个电商同事 在做这个广告的时候 把这个辅听 说广告可以用于 这个补偿人员的经历 这一点可能大家需要注意 在这个FDA 对这个法规法律加上之后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如果一旦你在这个广告词中 提到说提升这个 听手人士的经历的话 那么它可能 有些领域是OTC中听器 所以对应用性来说 耳机实际上是 大部分人群还是年轻人 对于中听器来说 我们的大部分人群 还是这个老年人 那么怎么针对年龄进行设计 这是一个所谓话题 生命周期 传统中听器一般用户 会用到5到10年 那么耳机一般情况下 我现在看到好多人 两年就会用到耳机 那么OTC中听器和 辅听器的这个生命周期 目前不清楚 我觉得这是需要大家探讨一方面 因为这个生命周期不清楚 实际上对这个我们 这个使用成本影响也很大 比如说OT中听器 你要用什么样的电池 你是要用这个可充电 还是要用星空 那么如果用可充电 怎么处理 这也是需要一个探讨 实际上利用这个中听器之后 你业余的传统中听器 是一个有持续的投入 比如对这个电池的投入 对于这个配件的一些 丁银挡板啊 还有一些这个耳机防成帽 这些投入也是 有这个相当高的成本 那么其他要素 比如说这个助听器 我们其实很提倡这个 就是说 你产品加服务 实际上你如果大家去看的话 我们这个人的寿命是越来越高 那么在60岁以后 如果产品率损失 那么在他最后 不使用助听器的时候 这个期间 有可能你会要服务他 三到五 的那个助听器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那么下面我看 助听器的产品过程 我刚才提了说 助听器是一个系列产品 销售经用户关系方案 所以这是大家在这 开发助听器产品 要关注一方面 我们好多时候就是 关注了助听器的开发 只是说 这就是一款助听器 因为耳机一般都是三款 那么对助听器来说 因为不同的助手等级 其他功能的限制呢 它形成了一些 很多的SKU 我记得我在开发 一个助听器产品的时候 曾经一个系列 有100多个SKU 那么 如果再考虑一下 不同定位的产品族的话 那大家可以想象 助听器的SKU的数量 非常高的 那么这样也需要 我们助听器 耳机行业 一些同仁能进来之后 能帮助我们 去 提出一个新的方法 去管理这个助听器来配用 第二就是说 这个验配设施机软件 助听器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环节就是说 我们和用户触达这个链接 是需要通过验配师 完成的 那么你需要去 跟验配师要配备相应的软件和硬件 那么目前来说 我们大家看到 OTC助听器 那么我们要思考 OTC助听器 怎么能够 我们在提上自助院配 那么这个自助院配 用户怎么能够简单易用 能够真正选到 他自己所用的这个程序 或者说 按照他自己的经济损失 进行配置 另外一个关注的重点 就是配件 在助听器上 有很多配件 他在这个 用户使用周期中 在这两到 这个五年中 其实定义防护板 麦克风防灯网 助听器清洁 电池等等 会形成 那个 实际性的一些投入 那么现在我看到 就是说 在这个 因为这个互联网发展 那么好多 好多助听器 也在开发一些用户的APP 同时耳机的行业中 也有好多用户的APP 它通常用于 这个多媒体设备互联 以及多场景 这个助听策略的选择 那么这个APP 慢慢会变成这个产品 同时这个销售策略 及流程设计 也需要大家去思考 那么在验配过程中 其实 助听器的验配 是一个非常繁琐 这个耗时间的工作 我们如果去看 这个验配室 好多验配室 其实是高度精神紧张的 一个助听器客户 通常需要 三到四次的接触 才形成一个销售异象 当他需要助听器到店里之后 他需要三到四个小时 才能够把这个 用户处复好 然后完了之后 还需要两到三次的回法 才能够真正形成 这个用户 获得这个产品满意的 这样一个评价 同时这个维保上 大家专门关注一下 就是我们对这个 无理由退货产品 怎么处理 返系产品怎么处理 其实我很担心 这奥机推动器 因为奥机推动器 通过耳机的经验来看的话 耳机一般都要 在这个三到五的 这个一个退货率 甚至有些耳机 达到10%的退货率 那么中心产品 我们看到如果你在奥机市场 如果你对这个 退货率要管理得不好的话 那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非常关键的 就是中心产品的目标人群 其实还蛮大的 我们从这个 WHO的这个报告中 我们看到就是说 全球其实 这个需要 配戴中心人群 还是蛮高的 那么对于奥机推动器来说 我们看的话 就是有将近这个 专业用户 需要注定器 那么中重度的 专业注定用户的话 如果看到我们就是在这个 中心度以上 到这个 严重厅力手势的话 那么我们也有 这个1.5亿这样的群 所以说 我们希望 那个不同种类的注定器 能够覆盖的主要客户 有一个不同的目标 但是呢 现在看到这些 也有一个交叉覆盖 在这个客户群的争夺上呢 跨界进入者和传统预产商 在法律法规和传统主要方面的 竞争将会愿意 这个大家看到的 OTC推动器 其实这个话题 从这个讨论 到最后这个FDA的 法规落地 持续了十几年时间 那么从这个用户需求 到这个厌配级需要于需求 到产品需求 其实大家的诉求 是不一样的 那么到最后 我们产品需要满足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希望用户能够愿意带 能够听得见 能够听得清 能够听得懂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挑战的东西 从用户要求来说 舒适性 需要佩戴舒适性 那个需要消除这个 左耳感 那么希望在这个 噪音环境中听得见 希望在多几个 听力环境中 比如电话 球体对话 户外啊 声噪啊 这环境中 也能够听得清 能够听得懂 在外观上 尽量不可见 那么在声音质量上 能够避免笑叫 避免噪音 那么这个挑战 其实对产品 就这么 多听力环境的 这个又要小 又要满足这些要求 其实才蛮大的 那么怎么把用户需求 转化成产品需求 这是需要考验 这个产品经理的一个功力 那么 在这个13485 在最新的修订过程中 大家要注意到一个点 就是说 其实我们提到就是说 用户需求 你需要把它去精减 甚至需要专业裁减 到产品需求 这两个是不能相等 有些目前 助听器来说 离用户的满足用户需求 还差得比较远 这个我们也希望 就通过我们技术的演进 我们在前面 已经听到这个 AI技术在这个 助听器上应用 也希望通过 新技术演进 能够提升 助听器用户 对这个 产品的满意度的一个提升 那么在验配软件上 这个环节上 其实大家注意 一个是验配速度 一个是简单应用性 一个是和其他产品的 软件的兼容性 能够通过无线的验配 这个词写错 那么同时能够在订货 那个能够非常简单 这个我要提的一点 就是关键业 就产品效果的展示 后面我会提到 助听器产品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怎么把助听器的效果 展示给用户 这其实是个比较难的话题 因为我们好多时候 我们正常听力人 在开发助听器 但是听到的效果 是清楚人是听到的 那你怎么能够让它 能够展示出效果 这是比较难的一个地方 同时这个听力检测设备 和这个验配设备的整合性 和应用性 这也是在验配期到 经常提到的一些要求 从这个我们了解了 这个用户需求之后呢 我们要进展到这个产品设计 那么这时候进行 开展一个系统设计 那么其实你看这个 助听器系统里边 我们包括五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助听器本身 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用户 那么用户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单独看用户的话 那么其实它需要 一个交互设备 它的这个应用环境中 比如说它跟电话怎么交互 它跟电视机怎么交互 它在车载中怎么交互 那么这个连接方式 和操控交互方式 以及信号传承方式 我们需要去仔细的去思考 那么对于用户来说 它的年龄 它的精神程度 它的主要设计环境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要去思考 在这三个方面 其实是形成了一个 孤立的用户环境 那么用户佩戴助听器 主要是要跟它去交流 那么交流一下 我们知道助听器的 这个有效交流距离 其实是很短的 那么通常在1.5到1米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思考 如果它在这个草达环境中 远纪律环境中 我们需要去做什么样的外延设备 在我明确的这个助听器 用户交流对象 交流设备之后 很重要的一点 怎么让用户 能够根据他个人的听力损失 能够 很好的 把助听器 能够调试好 我听到团阅中 好多人说 助听器在三分之道 七分调配 这个其实也说明了 这个验配的重要性 这里边还有一点 主要是我们 在听力损失上 如果大家去接触 我们听力损失的事情的话 它有两个听力 我们再谈两个话题 一个是它的物理听力损失 一个是它的心理听力损失 那么验配是在这个环节中 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我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过去 我们在讨论 我们在奥迪中心的过程中 其实很大的一个讨论话题就是 在最初期思考奥迪中心的时候 我们想跳过这个验配环节 让用户直接能够调整这些使用东西 我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 我其实在思考这问题 那么这个环节中 每个角色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是不是要跳过这个环节 或者说我们怎么和验配合作 一起能够推进奥迪中心的使用 这个需要大家思考 听话来说 听话思考这些全局的方面 我们理清了产品需求 我们就决定了系统方案关键原件的选择 对于这些关键原件和系统方案的选择 也就决定了我们能够达到 预货买益中的程度 同时产品需求也是这个产品合规性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基础文件 所以这一块呢 我希望就我们在这块 要进行慎重的一个选择 这个跟我们中心系 跟这个耳机行业中 经常说大家干了再说 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中心系 这种干之前 要跟着想好 追考好 你对这个中心系本身 对中心系和用户的 这个触达方式 和交互设备的 沟通方式 和这个交流一下这个距离 以及那推荐方式 和验配式的交流方式 然后呢 我其实把这个东西 分了三块 刚刚听到大家说 一个是产品的本身系统方案 一个是验配方案 一个是外设的连接方案 产品系统方案 那么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有通常 这个跟耳机一样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外观尺寸 我们的核心圈气线 我们的气线 过来关系对别 这个相对比较 大家清醒 跟耳机不同的两个点 就是说这个验配方案 和这个外设连接方案 验配 其实验配流程 其实蛮长的 如果大家看 就是从你接诊见打 到病床采集 到耳部检查 到听力检测 综合报告解读 确定这个方案 再到这个制作耳膜 现在因为我们 RIC方案的推进 这一块 其实简化了好多 但是这实际上 你还要 耳膜 这个RIC方案 因为这个耳朵的 牵入深度 跟耳朵的耳形不同 有一个选择相应的 这个RIC的原件 针尔分析 调试 到这个中央效果评估 到这个经济管理 康复指导 到随法 大家看到 实际上是个漫长一步 需要十一步的完成 这个周期 其实需要 在这个验配的时候 可能需要 这个 三到四个小时 在用户等待 把这个中央器 这个全交付给他 可能需要一到两天 再到这个后面 这个康复管理 可能需要一到两周 要通过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让用户 真正接受你 那么对这个外设的连接 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对这个 大家中央用户 在满足了自身 交流同时 因为这个外面的 比如电话 使用越来越广 比如大家去看电视 比如我们要听音乐 比如我们对这个 外设连接 越来越多 以前中央器 其实大家就是 用来这个 独立的去听 跟外设连接 是相对来说 比较脆弱的 那么 现在这个 这一块 显得越来越多 那么这块 实际上是我们 耳机行业的一个 就是一个长处 大家要注意 就耳机行业的 这个一些技术 它在用到中央器行业中 碰到挑战 就是一个是功耗挑战 一个是这个 距离 和大小的挑战 这两个人 其实用的方案 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 另外一个 在听说 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这个 核心源线选择上 那么 主要核心源线选择上 比如说处理器 麦克风 喇叭 电池和无线连接 这个方案上 很遗憾的是 因为中心行业的 范围 产业规模相对比较小 那么核心线的选择范围 和耳机产业选择 相比就非常小 那么 这其实给我们 这个耳机行业 进这个中心行业 从人带来很大挑战 因为我知道 我也听到一些 耳机行业同事 从人 进这个行业 首先采用一个策略 就是说 我能不能以这个 低于这个 传统机20%价格 能够提供全功能 跟它竞争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真的要思考 真的要去探讨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20%的产本 从哪儿了 这个 因为这个 中心行业 这个核心区间 选择高度集中 比如说这个处理器 目前来看的话 安森美占了很大比重 我们国内有些 目前也有几家 在做这个处理器方案 但是相对来说 比安森美的产品线 要窄得多 没那么丰富 选择的范围也没那么大 那么麦克风也是一样 麦克风相对 目前来看 可能提供的 这个场上多一点 但是 在这个 常驻上应用的最多的 还是楼市跟 跟Sony 喇叭也是一样 楼市跟Sony 我们看到 就是说 我们现在 阿姆齐啊 背声啊 一些 一些那个 耳机的 这个重铁供应商 也在进入这个行业 但是实际上 这还需要 很长度要做 电池 对新空电池 目前来就是说 这个WATR 和RUAC 智力是我们 珠海的一家企业 这三家相对做得比较多 可充电电池的选择 目前来说 可能我们可以共用这个耳机的一些方案 但这里边要思考一个 就是寿命的问题 所以这块 大家看到就是传统铁锐厂商 对这个 充电电池的这个使用是非常谨慎的 因为这个充电电池的时间 通况寿命大概500次左右 那么500次你如果去算的话 也就满足这个 2年多时间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它的用户生命 对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的期望是5年以上的话 我们在2年左右怎么去管理这个电池的更换 或者你要去更换整机 无线连接这一块的方案来说的话 目前也是比较挑战的 因为虽然我们耳机上面非常成熟方案 但应用在这个中心上来说来看的话 我们碰到功耗的一个很大影响 还有这个天线方式大小影响 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 注射器无线连接 有一个说你是双二互联 还是外设互联 还有燕配连接 这个其实在这三个方面的连接要求上 都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说核心元件的选择范围 与耳机产业相比较小不多 那么在这个 你选择了这些原件之后 你要进行详细公式设计 那么我希望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个就是说 我们注射器用户的这个特点 年龄大概在这个 五十岁以上 原来我们都是考虑六十岁以上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向下 就是说有些年轻五十岁以上的人 希望也能够有注冰器来辅助他的情侣 那么在五十岁以上 你要怎么进行实老化设计 我们的大部分开发人都是年轻人 那么在这个实老化设计的时候 其实要非常注意 老年人在这个过六十岁之后 他抬胳膊 或者他这个对这个触感 这种都会下降得很快 那么在这方面大家要注意 第二个合规性设计 我记得在九月之前 有一个做耳机的这个同仁 拿着注射器来来给我看 他注射器就是说的设计 我观察到一点就第一个 比如说经常大家互对的一点 比如说这个左右耳的区分 比如说这个防叮咛挡板的设计 这个我们可能在耳机设计中 大家经常用一个就是导声网 替代的叮咛挡板 那么这个当注射器这个重度使用户 一天都要超过十一个小时的时候 大家想想耳道里边的环境 非常这个恶劣的 对这个我们喇叭的这个腐蚀性是很强的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定义挡板的一个 对这个甚至可靠性的处理 那么另外就是可维护设计 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去去维护 比如说我们经常对这个耳机的这个 对麦克风的一个清洁 对这个出声口清洁 我过去曾经碰到好多次 这个用户打电话投诉说他听不见了 那么实际上注射器一看 就是他的这个耳屎 这个出声口毒死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可维护性 要易用 要好设计 可好设计就不必说了 可好设计的话 就说如果您用了五年的话 我曾经碰到一个最恶劣的情况 就是说有的人的耳朵 这个化学性是很强的 什么东西戴在他耳朵上的时候 可能两三个月就全坏了 我们在这个瑞克这个使用过程中 其实也碰到这个问题 这个有的注射器用户 他可能没有注意 注射器从这个耳朵掉下来 或者说他把这个注射器 这个随便扔到桌子上 那么这个对这个瑞克这个 体系这个设计 还要对这个就是说 防腐蚀的环境设计 大家要注意 更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个产品比较小 那么我们要思考到接材质 比如说可装灰性 可制造性 甚至可维护性 我刚才提到的 那么这些需要在前期思考中 就要设计好 那么在这个设计完成之后呢 我也希望设计人员和这个 我们的市场人员 要关注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如何向各相关方 展示中心的设计特点 合同的 有的好多时候我关注到 就是说我们设计人员花了很长时间 去这个设计中心这些特点 那实际上在这个最后呢 因为它比较小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设计和 产品介绍过程中脱节 我们并不能 我们没有办法去展示 这个中心机的设计和功能 比如说中心机这个 黄校教还好说一点 比如它的这个 大家说这个自然声 我看到这个 包括这个五大 在它对的声音质量的评估中 在提到它的声音有多好多好 那实际上 怎么去向用户展示它的声音有特点 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那么 当时在这个 我们在讨论这个 就是说防水性展示的时候 当时也是想了好多办法 最后我看到 就是说在 应该在这个 08年左右 用一米深的这个水 放进这个池里边 表示它的防水性很好 所以这一块的话 就是说希望大家要注意这块 那么刚才提到了 我们要在这个 租金设计中 要关注这个 合规性 安全性 和有效性 那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结架性的输出 和风险管理 那么我们对每个业务活动 对于要有相应的文档输出 这儿我就不去一一评估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工程社阶段 你要去思考你的 风险管理 必要的阶段输出文档 你要进行这个规划 你对于这个 这个评审要有记录 决策要有记录 要有这个相应的 风险管理计划 这个CAPA这个报告 那么对应这个 可靠性评估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 和这个 耳机产品相比的话 中心的可靠性评估 要比耳机产品要严酷得多 那么刚才会说 因为使用环境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 根据这个 使用人类的环境 要重新设计这个 可靠性 这个 实验的标准 那么 对于可靠性那一块 其实没有一个通用的 说行业标准 都是每个厂家自己去控制的 那么你去思考一下 你要 在五年的这个使用中 要能够 安全无无的使用的话 那么需要一个重新设计 另外一个 刚才知道说 你在这个使用可靠性评估中 你要思考老年人的习惯 那么 对老年人 针对老年人来说 我们要考虑 怎么去 设计这个实验 我引用了一个WHO的 这个一个报告 大家看到就是说 其实中心这个 这个听损人士 需要使用中心的人群中 有80%以上的人 都是在这个50%以上 另外一个 我还是要提到一点 就是说 这个我们怎么让用户能感知和体验到产品 可靠性设计带来的好处 这也是一个挑战 这个我看到我们 目前的话 在最近行业中 做的 大家做了好多尝试 实际上目前效果都不特别好 还是一样 刚才说到这个风险管理和阶段性输出 这里边重要的环境是零系列样性的实质 可靠性评审 这个更测试 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阿尔法测试中期评审 那么也可以开始这个产品上述计划 那么这些评审都需要记录 在这个生产液讹阶段 那么 我们 目前看到 这个竹琴系的生产 这个 这个提量上可靠性的这个评价 在这个国内竹琴系的生产环境中 距离医疗机械的 ISO 1385和JMP的要求 还有相当差距 还有长度改善空间 比如我们对零部件的这个FIPQ 对生产线的可追溯性 对产线的3Q 就是IQ OQ PQ 就是安装的这个验证 运营验证和这个 最后的生产运营仇入验证 供应链的稳定度 我刚刚提到的供应链 我们实际上现在选择性很小 那么你怎么在这个 大家一起进入供应链 就是稳定度 量产爬坡能力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 在这个生产验证阶段 要高度关注的 我当时在这个 我应该是在最近也访问过 以及我们国内中期这个生产厂家 我也访问过这个五大生产家 我看到差距呢 其实不是在缩小 是在越来越大 因为耳机产业呢 现在是进入了一个 非常恶性的进入环境 我们好多这个耳机 大的头部的这个耳机厂商 它是看不上中期这个生产的 但小的我们这个中期 耳机生产厂家 想进入供应链 那么它对这个医疗器械的 这个要求 法律法要求就理解不了 所以这块我希望大家要关注一下 提一个例子 我当时在这个任生达管理生产的时候 我曾经收到这个 这个欧洲这个医疗企业管理 一个对我的一个警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这个我的生产场地中 因为大家希望看到绿色 我当时放了几盆这个绿色植物 实际上在这个 中心生产环境中 你要思考这个绿色植物 对这个中心生产环境带来的影响 当然这个你可以跟这个评审员进行讨论 但是我想提的一点就是说 我想提的就是说 这个耳机的生产环境 和这个重心生产环境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同样对这个 中心生产环境和节线性输出 大家需要关注 那么这个时候主要小平常 是就是工装夹去报我们评审 对这个上市计划 最重要一点就是 Beta测试的这个中心评估 要进行一个评估 所以在这儿的话 输出一些报告都要进行归档 要去更新 在我们前期的这个设计阶段 和这个设计验证阶段 我们制定一些计划 通过设计验证之后 我们会进入这个量产交付 量产交付 其实我现在看到就是说 我对这个我们大部分 新进入中心行业的同仁了解 我希望大家真正要关注量产交付 它不是中点 因为这个从量产交付 到最后变成这个可销售产品 甚至你获得收益 其实是蛮难的 我们好多耳机行业的同仁 进入中心系之后 想好了怎么做产品 但是没有想好怎么去卖产品 甚至怎么去交付产品 中心系产品有个特点 就是说多品种多配置 小批量的产品现实 和这个晏佩斯 客户期望快速交付之间的挑战是蛮大的 举个例子 我们目前最流行的这个RIC这个方案来说 其实对应于每个人的耳朵的这个物理尺寸 目前我们画了 应该大部分人画了可能五个型号吧 那么对于五个型号 你又有这个四类这个输出的这个等级 那么就相当于你有这个20种这个RIC这个HKU 那么你怎么在这个生产管理中和销售 在这个验配商跟这个用户 第一次验配之后 他需要中心系 你怎么能够在一两天之内 把这个产品交付到他手上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在这个阶段 就是说我们要去管理我们的输出 就比如现在上市声明 和这个开发和上市总结 我们这个支持文档 DHS归档 DMR维护 这个结项报告 这方面大家要关注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去设计这个东西 它的相对于这个耳机的这个批量又比较小 销量又比较小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放大我们的投入 能够更大的实现我们的价值 那么这边就有一个老客户复购 你交付产品之后 那么你怎么去 在这个法律法规上 你怎么维护好DMR 那么在这个用户这个服务上 你怎么能够让它产生更 更强的链接 然后能够让它去扶购 我们知道说60岁到这个人的年龄 现在越来越长 好多好多 在他们的年龄 这个这个技术发展 都可以达到90至100岁 那么如果按这个 一个东西五年实用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有很大的机会去扶购 你怎么让它保持品牌的 这个重生度 目前来看传统重生机 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它利用这个 验配商和用户 产生链接 它的品牌重生度相对比较高 那么我们大家现在提出 OTC重生机 那么OTC重生机 如果跨越了这个验配商 我们怎么去 产生一个品牌的粘性 怎么让用户 对我们的这个品牌忠诚 那么其实这是大家需要 这个用户的经济化应用 需要思考的 这样这个帮助我们通过 服务与服购 才能够那价值 那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关注这个 DMR维护 如果产品要退市的话 需要有退市声明 需要退市计划 这个实际上在中心产品中 一二企业产品中 你不能悄悄退市 你悄悄退市之后 如果用户有需求的话 那么你其实要服务 所以这时候你要管理 你的这个产品声明周期 最后我想话讲 先谈一下这个商业实现 有可能会发展 目前来看是比较乐观 中心市这个市场 生活率依然很低 那么大家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达标区 达标区划分这个区域上 我们看到就是说 其实超过了80%的 这个需要在中心期的用户 仍然没有中心期之代 它配贷率依然很低 我看到我们国家统计的 这个这个标准 这个统计来源数据不一 但是我看到好多人估计 我们的配贷率 在5%到10 这是相对相当低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注定期产品的 里满足运功期望的 依然有很大差距 在这四个方面 一个是在产品体验上面 一个在价格上 一个在宴费流程上 一个在网点覆盖上 那么这是带给我们 这个行业带来的机会 那么怎么去 实现的可行性发展 实际上在这个 好多行业中都在谈 这个业务成功模型 那么在注定期中 有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 一个是我们所常提的 一个听力学的基础支持 一个是这个可持续性服务 那么这两个方面呢 其实我想谈一下 我过去的一个经历 我在应该是 一个年左右 实际上我们在 尝试做这个OTC 我很早前做OTC 当时我们做了OTC 我们产品其实已经 都已经到了量产阶段 但是量产阶段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呢 我们怎么去和 这个厌配器沟通 我们怎么去和用户 形成一个可持续粘性 我们有思考清楚 最开始我们是 希望跨越这个厌配师 去这个直接向用户销售的 那后来我们发现 就是说我们如果 跨越厌配师 我们对我们这个 传统渠道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第二就是说 我们用户拿到产品之后 会对这个我们相应 这个工厂 我们这个生产商 品牌商 我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这种服务的这个 这个强度有多高 我们没有这个评估 所以其实最后 我们在这个 其实在一零年 我们把产品提出之后 实际上我们产品 居住没有上市 后来我们上市一款 叫可能国内好 的同事知道 这个叫Match 这个产品 那么它的概念 其实不是 不是OPC 它完全是厌配师 只不过通过这个 电视剂来调节 所以这一块 我就希望就是 我们在这个 我们目前这些 市场进入者 需要再考虑 这个东西的 我们要 真的要通过这个 产品系列 和这个听力学 技术知识 销售指南 可供服的四个方面 要思考 怎么能够才获取 这个 这个 市场成功 从中我们能够培育 这个一个健康市场 目前这个 我们所有的这个 传统的业务模型 都面临这个 时间中期长 产品这个渠道的覆盖面 不够 商业收益慢 一个挑战 比如说我们做 我在好多年前 做过这个 跟欧洲一些调查机构 我们合作 做过一个调查 在中国过的 也有这样一些判断 一个老人 他在发现 他有体力损失之后 到他去店里边 去购买注射器 可能需要三年时间 做出一个决定 那么做出决定之后呢 他去店里购买注射器 他可能需要至少三次 才能够决定 他真正的买 买完之后 我们可以需要 两到三个服务 所以这个链条 是非常长的 那么 这个链条过程中的 每一个参与者 都有它的价值的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 这个怎么去 我们一起努力 那个把这个设计 预计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常常在深圳 我看到 就是我们 我也看到耳机行业 一种一些做法 那么我这边要提几个 期望 就是我们耳机行业 有一个期望 就是说 好多时候 好多人做产品 做差不多就好 因为差不多就好 这种期望呢 其实对我们 这个耳机行业的健康外展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大家去买 这个贴打的耳机 大家看到 就是从这个69 到这个1000块钱 这个产品 比比皆是 那么其实以前的耳机产品 它在这个国内 在这个1000块钱上的产品 非常少 通常被国内国外占了 那么这个其实 很多时候是 我们对待这个声音产品 这个严谨度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周定期产品呢 是一个对于清理康复 对帮助我们这个 这个清理准时人士 恢复清理的东西 我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上面多加一个思考 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呢 因为我们国内 对这个 周定期的要求呢 跟这个美国 是截然不同两个方向 我看到美国是对这个 周定期是这个 好像是 区域收盐的这个 一个趋势 但是对这个国内 可能因为我们这个 厂商比较少 我们的这个整个行业 发展比较落后 我的一个个人感觉 就是说 国家卫生局 对这个行业 是有一定的培育东西 但是培育并不是 意味着我们要做一些 比较差的产品 希望我们看到 一个好的产品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要去 从这个产品体验上 去考 那么因为刚才 我谈到前面 这个三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团主的这个 需求比较复杂 我们的这个覆盖面不够 一个我们的这个 销售这个 生命周期也比较长 所以说在这个 中心产品上 如果大家是 要用暴谱思维去做的话 我觉得会碰到很大挑战 那么在进入这行业 我希望大家用产品思维 你去不断的迭代 你去规划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个思想 这个产品线规划 而不是希望一口产品 来通达天下 能够在很快的 获得商业收益 这样你可能会 会碰到一些挑战 所以这是我希望思考 就是我们 怎么去形成一个 比较良好产品 能够完成这个 完整产品系列 能够去不断迭代 那么同时我也希望 就我们一起能看到一些 其他创新产品 能够和 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这个我看到最近 就是说这个 迅飞发布了一款产品 那么它带入了一个 字幕筑筋的概念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 在这个传统消费建筑的 一些技术 所以跨境应用到 中心上来 能够帮助促进 中心产业的一个 健康发展 能够让我们国内 也出现像五大这样的 一个公司 所以 总而言之 我们希望这个商业 实现及可行发展 我们与共同努力 这个决定渠道 有这个流通渠道 有这个服务 及这个验配 销售能力 产品价格 我们对着它们性能 科技含量和预域性 那么这些主要参与者 生产厂商 听力学家 验黑师用户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怎么能够 加快 助金器产品的 渗透水平和实用广泛性 能够形成健康 和持续的市场环境 我们好多 这个耳机厂商 进入这行业之后 希望通过电商 来这个销售这个助金器 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说我们助金器的 这个普及率 其实还蛮低的 大家对助金器认知 其实挺差的 我们目前的认知 实际上是通过听力学家 验黑师 和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 来帮助我们宣传的助金器 所以这一块呢 Ot助金器 好多从业者 希望能够跨过 这个验黑师和听力学家 那么这一块 是需要大家 真的要仔细思考 那么我看到 就是说听力学家 和验黑师 他们的这个价值非常高的 因为他们对这个助金器 在佩戴之后 前两个星期的使用 有很大的价值 而我们在这个助金器 这个使用调查中发现 就是说如果一个 用户 他在买到助金器之后 在前两个星期之后 不佩戴的话 那么后面 他的佩戴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 他就会抱怨这个产品不好 实际上这个助金器 在这个前两个星期的佩戴 需要用户去不断适应 需要业配师不断和他沟通 去消除他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障碍 所以这是我看到 就是说 我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这个行业的参与者 在一个能够共同努力 能够把我们的行业 能培育得更好 能够形成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环境 所以做一个总结 我们今天这个 涵盖的范围比较多 话题也比较广 因为时间限制 我从这个产品开发的总体来说 合作安全 谈了一些我的个人的感想 从产品策划 对应付需求的不适合把握 怎么形成产品概念 怎么去形成产品需求 依照信用设计 怎么去通过框架 设计方案 然后选择根源基建 在工程设计中 怎么关注石老化设计 合规设计 可微工设计 可靠型设计 CFS方面 设计研制方面 你怎么关注ESD ESD的要求 所以这个加速老化 冲击震动 温时度延误 这方面针对这个 使用人群 做一些调性设计 实验设计 那么生产验这方面 你要关注这个可知数性 和这个IQOQPQ 还有这个医疗机械 这个法律法律要求 量材交付之后 你要关注DMR维护 项目结项的管理 在生产生命周期维护 时间呢 要关注DMR管理 和退市管理 尤为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通过服务 能够保持用户的粘性 我们形成够够 那么最后呢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一起努力 能够共同培育 那个 能够形成一个健康发展 可得带 可持续的一个 市场环境 我今天的分享在这里 谢谢大家 好 非常谢谢David 我们先交易Stella 好的 谢谢David 谢谢David 刚才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 因为我就当时 我第一次看到PPT的时候 我就问他 你可能真的是给 所有的研发部 跟产品中心都做了一个 非常详细的一个培训 因为这也是因为David之前的 一个工作经历决定的吧 因为他在瑞森达 包括在BIT 对消费店主都有待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对于整个行业的理解的话 会可能会相较于我们 很多人理解来说 会有更高一些 包括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一款注定器 从一开始的创想 然后头脑风暴 到最后研发落地实现 到商业实现这边 其实整个路径还是蛮长 有很多一些细节的问题 是需要去解决的 这个跟我们在上一期 奥迪康的过谋的时候 其实也是提到了 类似的一些情况 OK 非常谢谢David的分享 我们现在先让Simon 让桑先生来给我们做一些 看你有什么想做 一些总结跟提问的地方 好 谢谢斯德 是的 David的分享非常全面 而且非常非常有深度 提到很多干货 听完了David的这个分享 就是David这里面 在PPT里面介绍了很多 整个产品设计 生产制造环节当中 注定器跟这个 传统典型的消费力店产品 比如耳机的不同 那作为一个在这个 用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比较关心的 我们也 其实何院士 何大麻院士以前就提到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 他提到就是一个小小的 注定器 他说这个注定器 看着简单 但实际上 其实售价非常非常地昂贵 都是上万元 甚至于他当时拿了一个注定器 我们后来查了一下 说是四万块钱的 来自一个国外无大的产品 那是锋利的 我就记不清楚了 那今天我的第一个问题 是想听听David的这个视角 就从你的角度来看 这么些年了 中国改革开放也好几十年了 现在无论是耳机产品 或者是小伙利店的PC手机 在国内都诞生了 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质量 还是口碑 还是品牌 都堪比国外 这些头部厂商的产品 在中国注定器 目前看来 整个市场还是由 这个国外五大的产品所垄断 那在你看来 我们跟国外五大的 这个产品体验 或者销售渠道 或者医护认知 在整个这个环节上面 从产品外观 你刚才提到 生产制造 芯片 算法 渠道 价格 这里面 我们跟他们相比 我们最大的差距 在什么地方 谢谢师傅 还是说一个全面的差距 还是说一个全面的差距 这个题 其实很难回答的 我第一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脚信心 我们所有从业者 都存在脚信心 那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 我们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 产品的设计上 大家都是差不多就好 这种态度 那么差不多就好 这种态度 其实就是脚信心 认为 反正我出来之后 这个客户要求远不高 我们达到他最低要求 做了 这种 这种对这个 对产品的精益求精的态度 其实决定了我们的产品 和这个六大产品 只有很大差距 这是我要提的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规模 其实相对是比较小的 就是我们的 目前这个 中心系这个厂商 在国内的规模是比较小 那么 我们又各自有一段 我们中间没有协同 那么 导致我们这些 这个 核心元件的厂商呢 也不知道 他的汇报道比较大 所以他也没有 他也很 很难去全新投入 为这个中心系 做一些定制开发 这个其实在耳机行中 表现的非常突出 那么耳机行中 有些 那个中心商 想进入中心系行业 那么他发现就是说 每个做中心系的 这个人员的 他能够提供 不计到的 销量非常少的 而我们耳机 它是个大队模产生的 那么这个量 和这个投入的 这个投入的经历上面 就产生一个矛盾 所以好多厂商 在调研了一圈之后 就退出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好多人 对这个 中心这个 快速营收的 这个期望还高 好多人进来一看之后 发现这个中心系 是哎呦 一下子 这三到五年 搞不定了 需要更长时间 那么其实 就是这个 看着热闹 真的具体去做事情 的人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是能从 这三个方面 我就软的方面 更多一点 我相信我们 这个在国内 如果大家 在这三个方面 作为改善的话 在这个技术上 在目前的这个技术上 在这个 甚至各个方面的突破上 如果能够 联合起来 一定会有突破 谢谢David 我记得 其实就是 说这个投入跟产出的 这个比例 我记得我看过 Sonova的一个 他们的财报 我记得 Sonova的财报里面 他们注定器 对注定器这个方向 其实是利润率 其实是蛮可观的 我记得是超过30%的 这样的一个利润率 从这个角度来说 真正的如果把产品体验 做好 像你讲的 可能不是那么急功近利 而是精益求精的 把这个产品的体验 做好 把这个配套设施 把服务做好 这里面还是有蛮多的 这个商业机会的 然后再回到 我刚才的一个问题 你刚才其实 你后面提到一个 比较好的例子 就是说 训飞 把他们的 现在的这个实时字幕 训飞我们都知道 训飞的这个语音识别 识别是他们的一个强项 很多年来记得下来 把训飞的实时字幕 跟这个注定器 结合到一起 走出了一个 一定程度上说 我们想有中国特色的 注定器之路吧 这可能也是我们 这个一直以来 就是说 我们不 如果不追求 完全的复制 对吧 五大成功的路线 不完全复制 五大的这个产品线 他们的打法的话 用我们话说 这个他们打法的话 我们如果要走出一个 有中国特色的注定器之路 你刚才提到了 很多这些问题 那但是这些问题 的确就是中国的 这些现状 是吧 中国有自己 不管是我们的商业环境 或者是说 我们的用户人群 的确是我们就存在这些 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 作为中国的这个设计人员 中国的厂商 我们想走出一条 有中国特色的注定器之路 在目前我们看到的 种种的困难挑战之下 我们看到有哪些新的机会呢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 弯道超车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很乐观的看到 就是中国的在这个 AI技术应用上 在这个 就是互联网他们的应用上 是领先于世界的 所以我是 我有个思考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 AI技术 能够和周听器的 这个应用 能够结合在一起 我记得是 加州大学的 好像曾教授提过这个话题 AI的应用 那么我可能有不同观点 我说AI对这个 因为我们需要 这个 周听器有一个地方 我刚提到这个 这个固域环节 就是说 周听器本身和这个用户 以及这个交互设备 和他的这个 还有他的社交对象 和互联网事件 都发现交流 那么这个交流的设备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AI技术 甚至于云技术来体现 在这个周听器本身之外 比如说 我在10月以前 我作为一个产品 比如说环境 这个叫什么 我当时叫环境采集器 通过这个环境采集器之后 我们怎么去让 给这个 这个听众人士 提供更好的一个产品体验 那么这个 其实这个东西 在目前的情况上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突破 当然还有在一些 其他的一些 比如降噪啊 处理啊 各方面处理上 我们目前来说 我们有一些 方案商也在做这个东西 我也知道 那个商博士 你也在做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应用上 我们可以做一些突破 对的对的 是用 其实AI在整个注定器 刚才提到 诸多环节里面 它都是可以有发挥出一些 以前不具备的优势 以前传统的经典的商法 不具备的优势 你刚才提到 比方说验配环节 其实你在分享过程中提到 其实在这个 专业注定器的验配 它其实不是一出而就的 往往是要多次 反复的验配 才能这个调教到一个 比较 用户比较满意的这个水平 如果现在有AI的技术 能够帮助 是吧 不管是OTC还是说 在专业注定器的验配环节 能够缩短 这样的一个 验配的次数和验配的时间 来达到一个 达到或者超越现在的 这个不同 因为验配师本身的水平 也是有参差不及 超越现在的一个水平的话 那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帮助 但是实际上 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验配你也提到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个性化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面 如何用AI 借助于大数据跟AI的技术 如何能够提炼出这个 合适的真正的 针对于不同用户 不同这个倾向性的 它那个背后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pattern出来 然后把这个pattern能够 再再再应用到 这个不同倾向性 不同环境里面 其实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是一件很简单 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是的 我非常欢迎参谈你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 问一下 就是这个 戴卫里也提到过 就是在中国目前啊 这个 我们讲了很多 中国目前的注定期的 其实渗透率还是比较低 是吧 你提到一个5%到10% 其实我们内部估计也差不多 7%到8% 这样子的一个 渗透率的水平 国外的 尤其是欧洲的渗透率 会高得多 会高得多 但中国也有中国自己 独特的情况 比方说 这个 很多的人群是吧 都在这个三四线 或者四五线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头 那对于 这一部分人群来说 或者老年人来说 他们可能对于 线上的一些手段 或者是说 他们由于自己本身 以往的这个 这个生活的 这个经历啊 他要去来 第一个对于他们来说 他的认知啊 就是他唤醒 他对于这个 就是说我听力下降了 这个是 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听力下降 其实严重的影响 我的生活质量 我是可以借助于 注定器 这样的一个医疗设备 能够提升我的 提升我的这个 生活质量的 然后 先让他知道 然后 知道以后 让他可以帮助他 能够帮助他 能够更好促达到 他能够承担得起的 注定器 那这个 这个在我们日常的 这个是 我们自己内部的 一些一些一些 调研过程 我们就发现 这其实也是一个 蛮大的差距 就是说 对于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的这些 老人注定器来说 他们可能 日常接收到的信息啊 他们也知道 然后他们也能够承担得起 他们也可以去 比较容易能够接受 注定器这样的 新生的这样的 比较容易接受 注定器这样的产品 但是对于 更多的下沉的 这样的一些用户来说 怎么能够让他们 能够接受 这样注定器的事物 并且让他们 实实在在的 能够体会到 这个注定器 能给他们带来的 生活质量的提升 想听听你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里边 有这么几个方面 刚才上面提到 这个我们在 事物线图示处理比较低 这里边有几方面 需要克服 第一个 我觉得价格是首要的 确实中心价格比较 是比较高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使用体验比较差 那么 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矛盾 那么你要经济 使用体验 那你就需要一些服务 那么你需要 在价格上做一些让步的话 需要我们一个 就是注定器场上 一个共同作用 那么我看到 OT的东西是一个 非常好的方案 这是我其实更能赞同的 而且目前国内 我们看到就是说 国家监局对这个 注定器方面的 这个关注度其实不够 法律法规 其实要求的不是 特别高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观点虽然我不同意 但是我要提出 可能我们国内的这个用户 对这个 还能准备要求 相对比较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没有一些 一些这样妥协的 一个产品出来 我现在不知道 那么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是有机会 去做一些 刚才你提到 就是我们 AI技术应用 我们可不可以 在一些场所 去做一些这个 听力的这个 就是 筛查设备 共产筛查设备 那么第二个 我们可不可以 有一种商业模式 去做一种这个 就是订阅式 这种产品 那么降低它的使用率 因为过去 注定器的 传注定器 它有个使用问题 它又要这个 要要要 要电池 电池是一个很大的投入 每两周 就要花电池 那么目前 如果我们有这个 充电电池 这种产品的话 我们怎么 我们能够 用第二个服务 解决它的这个 一次性投入 我觉得它通过 每季度每年投入 可能会降低一些 那么第三个 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 这个 另外的产品 比如他们讨厌人用手机 那么可不可以通过手机 收集这个 收集这个用户环境 在它使用 使用这个产品之前 你就能够知道 它的它的这个 听力的这个 或者它的一些 它的应用的环境 这些针对性的一些 后面部署 那么我觉得 可以说这几个方面 也许会有机会 帮助我们更多的人 帮助我们生存更高 对 好的好的 谢谢David 好 谢谢David David刚才提到了 几种产品模式 在我们上一季 包括这一季 接下来的嘉宾 其实都会分享到 尤其你刚才说到 那个 轻度轻力损失 怎么去处理 这个等一下 我们的Alan已经上线了 等一下 他会给我们来 做一个分享 然后我们就回答 这边 这边有一个用户的 就有一个观众的一个问题 这个回答完的话 我们就结束这一个环节 那个David 你看一下这个问题 他问的是一个 无线连接的一个 功耗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相当的 这个专业 这个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各家 对这个 放大器跟NAC分 本身质量控制 带来的这个调试 功能是不一样的 那么 保持这个蓝牙连接 带来的功耗 这是非常明确的 确实是有这样 头颅效应 它对这个带来的功耗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 耳机通常 它需要连接的是 这个 跟我们手机设备连接 那么你如果说 这个周定器的无线 你是要 双耳之间有没有连接 这大家是要探讨的 通常我们 有时候是单耳连接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你对这个 这个周定器的要求 你是需要音频直连 还是需要这个 只是对它操控 这些这个 你这个前期 这个需求的 场景设计不一样的 那么是对这个 功耗要求不一样 那么第二就是说 这个 部件的功耗比例的话 那显而易见 这个麦克风的比例 是相当高的 那个因为这个 麦克风是时刻在线的 对于这个耳机来说 它的麦克风 实际上是 它的要求不高 那么 喇叭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里边 我觉得我很难去说 这个功耗比例 继续什么样子 这可能需要 针对不同的方案 不同的周定器准备 我们进行分析 去看看这个 但是总而言之 它跟耳机最大的不同 就是耳机 可以一款耳机走天下 周定器 你针对它的 听力准备 等级不一样 你可能它的产品层次是不一样的 你至少需要四到五种 所以它们的功耗比例 也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FreeFire 这根本的功耗比例 非常好 其实我们内部也做过一些 相关的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本身蓝牙链接的时候 因为蓝牙在这个DiasS上 再满大一块 当你挡开蓝牙链接 比方说使用A2DP的协议 来进行这个streaming 这个音乐的时候 那是非常非常 那个耗费这个电池的 这时候鼓励比较高 当然具体在设计的时候 也会有多种不同的模式 降频的方式 或者是你不使用 这个A2DP格式的时候 就把蓝牙链接断开 就跟你具体的使用 模式使用场景 这个都有关系 那么很难给出一个 general的这样的 一个比例出来 好的 谢谢观众的这个问题 也非常谢谢David跟Simon 刚刚做了一个分享 那么我们现在就先结束 这定一位嘉宾的分享 再次感谢David 参与我们的这一个讨论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的 谢谢观众的 谢谢观众的